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新闻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大条的事情 就美国发现有一颗中国的气球 飞过它的领土 然后最终把它射下来了 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那有的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条的事情 我是说飞过领土不是什么大条的事情 而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 这怎么可以 穿越我们的领空 那我的标题说的是 为什么美国政府 美国人应该要觉得不痛不痒才对 那等一下下面会介绍到 为什么这个概念 不是这么了不起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有点了不起 有个东西叫飞过去别的国家来的 而且你知道它在看着你 Are you going to feel comfortable with that? Probably not, right? Are you going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If you don't 你会不会被看成一个suda这样子 而看成一个美种的人 我觉得程度上会 这在说我们自己吗 好了,这先不扯了 来,回来这里 所以他这个文章第一段 我觉得写的蛮有趣 他带出来一个我自己没有非常熟悉的字 Holo Blue 读一下给你听 Given the Holo Blue of the Chinese surveillance balloon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据点 所以我觉得他偷偷有一点点在押韵 虽然说并没有押得非常精准 这个Holo Blue的意思是 就是旋扰 所以我们也有 也鉴于现在有这么 对于这个Chinese surveillance balloon的这一种 大家的一个旋扰 所以有鉴于这件事情呢 那你会觉得 这应该是没有发生过的 因为第一次发现 结果大家就 吵吵吵吵吵对不对 可是其实不是 因为这边 NPR在这边说的是好几次 所以Given the Holo Blue Over the Chinese surveillance balloon 再读一次给你听 所以Holo Blue 大家在喧闹 读一下他的英文 definition A loud noise Made by people who are angry or annoyed 非常合理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到了 气球 你怎么可以不射下来呢 吵架这样子 好但是呢 他其实真的以前发生过 at least four other times in recent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所以在最近这几年中 至少就中国有送这个气球 送过四次了这样子 那根据这边说 在川普当职的时候 曾经三次 然后拜登也有另外一次这样子 那他下面有讲 川普那时候觉得说 怎么可能 这个是misinformation 或者disinformation 这两次我们都讲过 复习一下就好了 我们讲说这个misinformation是 跟disinformation 它的重点主要在于 一个是有意图 一个是无意图的 像我的频道 如果不小心讲错一些东西的话 这叫做misinformation because I have no intention to give you false information OK it's not my intention even though I did give you false information 如果今天我是刻意的 例如说我收了谁的钱 然后故意说一些 不是真实的东西 资讯的话 那个叫做disinformation 有意图的 好 所以川普那时候说 没有啦 没有这回事 然后现在知道其实有 alright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字 叫做incursion 这个字对我来说 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字 所以however the US was not aware of the Chinese incursions at the time 所以当时美国不知道 中国有这样子 闯入他们的领土 所以incursion这个字 就是 你看我们这里看一下 a hostile entrance into a territory 所以一个有恶意的 hostile就是有恶意 或者翻成是一个敌对的 的一个态度 进入一个领域里面 so a hostile entrance into a territory 所以这跟我们讲的 invasion侵略 其实程度上是有重叠的 那invasion这个字 更强调的重点是 它是军事方面的 或之类的 那incursion也不是说不是 所以incursion其实算是一个 比较umbrella的term 那invasion是包括在它里面的 那因为你的军队 进入一个地方的领土 那也叫做一个incursion right 所以it's an invasion but it's also an incursion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字 就是intrusion 所以这几个字 你如果去找一下 他们都程度上 有互相解释着彼此 我们看到这里 大概也就够了 因为你真的细节 去了解说 它的细节用法 我个人觉得 在学英文的角度上 还好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会拿这几个字 出来使用吗 大概也不会 我大概也不会 我最常看到 大概就是intrusion跟invasion 这两个字而已了 而我们一般讲到 如果你说军事的一种侵略的话 我们military下一个字 接的一定是invasion 我们很少听到 military incursion 或者military intrusion 一般就是military invasion 这样子 好比说现在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我们用的就是invasion这个字 OK 或者他可以描述说 今天早上俄罗斯 进入了什么什么区域的领土 说明他就会用上incursion这个字 因为他们进入了那个地方的领土 好了 随便举一些 或许有意义的例子 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个片语 叫做in retrospect 蛮重要的 所以美国官方并没有说 先前到底这些balloon是 发生在 他们的入侵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或者什么时候 when or where those balloon incursions took place or how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was able to discover them in retrospect 而且他们也说不出来 到底他们的这些情报的单位 是怎么发现的 所以不知when 不知where 也不知how 那你到底会什么 how anyway 所以你要就说 这或许是 中国在测试美国到底 就是他们这些capability多厉害 那似乎测试起来 好像没多厉害 或者应该说 或者你换个方向来说 就是或许 他是不想讲 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多厉害 所以他这边才说的是 US officials have not said precisely 我刚是不是念成previously precisely 他们没有很精准的说 when or where those balloon incursions took place or how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这边再强调一下 这个叫做情报的一些社群 intelligence这里不翻译成智慧 所以 how the community was able to discover them in retrospect 所以in retrospect的意思就是 我们回头来看 OK 像例如说 我可能会说 in retrospect 我觉得年轻时候可以多赚一点钱 结果没有 那现在再后悔 所以这就是in retrospect的用法 spect这个字的结尾 一般来说就是有看的意思 用眼睛看的看 好比说inspect这个字叫做检查之类的 还有一个词叫做introspect 我们把它翻译成是内心 所以要是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发现我做错了 犯了一个错伤到人家 然后我接下来就自己 坐在咖啡厅思考这件事情 有点反省着 so I'm having an introspective moment 这个字就可以这样子用introspective 内心的这样 往里面看的 OK 好 所以spec结尾就看 那retrospect retro就往后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复古 也是用retro这个字 retro这样 好anyway 我们再往下看 来 我们来看espionage这个字 反正我们刚刚说 这是一种间谍行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字 这个字我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念错 你看着它你就会念成 这怎么念 espionage 拿错了 不是espionage espionage 你说我到底后来怎么样把它念对 没有诀窍 因为我就是一直遇见它 我做节目的时候 已经遇见它也蛮多次了 那头几次还录一录 oh shit 我没念错 关掉重录 确认一下有念对 然后再重录刚的那一段这样子 那就是接触的次数多了 慢慢我就不会把它念错 其实真的就那么简单 好我们把这段读一下 China's massive espionage program It's considered first rate Yet the balloon operation of the US was seen as clumsy and clunky 好这段我就觉得有点可爱 下一段也很可爱了 来 所以中国这个很大的 这个间谍的program espionage program 一直是被认为是 这个 first rate 也就是很棒的 很厉害的 ok So it is considered first rate 但是这个balloon operation 就是balloon的这一招 这一手 这个操作 So the balloon operation of the US was seen as clumsy and clunky 所以这一招却被人家认为很clumsy 就是clumsy怎么翻译 就你做事有点拉拉踏踏的 ok 拖泥带水的 ok 不漂亮 不干 不干净听起来怪怪的 做事做的不漂亮 clumsy这样子 ok 那clunky呢 则是 我觉得它有点像声状词 就是你 像 如果我今天手上拿了一堆东西 然后Kinning Kalan在那边走 像 用什么好例子可以举啊 我觉得就是 我有点想着脑袋出现中一个街友的画面 你知道吗 他们拿了很多家当在那边走来走去 然后发出一些叮叮当当的声音 大概就这样子 clunky ok 好 来再来下一段 下一段我就觉得 我们就来解释了 为什么说 这个balloon其实他们不应该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样子 So the Chinese had to know that a large balloon visible to civilians with the naked eye would be detected 所以中国一定就知道 They had to know 知道什么事呢 这么大一颗气球 that a large balloon 而这balloon怎么了呢 好 hyphen hyphen 加一个这个 插入句 that a balloon would be detected 所以他们一定会知道 这个balloon一定就会被侦测到 什么样的balloon 就是连一般人用肉眼都看得到的balloon 一定就会被逮到 Right So that a large balloon visible to civilians with the naked eye 所以这个with the naked eye the naked eye就是我们裸眼就看得到 你都不用望远镜 连望远镜都不用 你甚至像我连眼镜可能都不用戴 So you can see that there's a balloon right there So that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one of the Chinese goals was to see how the US would react to this kind of provocation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既然刚刚他们说的 就这个报道说的 你连肉眼都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想起一个可能性 So that raises the possibility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中国的目标之一 就是来看美国会怎么对付这一颗 这样子的挑衅 Right So one of the Chinese goals was to see how the US would react 那react后面接的是to 对什么的回应 would react to this kind of provocation 这一种的provoke这个字的名词 就是provocation 就是我来挑衅你激怒你这样子 OK 好 我好像本来想看到的就是他们说 有这么一个地方说的是 这balloon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satellite这个字应该就找得到了 satellite 对你看这边说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所以美国官方说 这个中国的目的 它的动机还是不清楚的 为什么不清楚 你可能会觉得超清楚 他们不是来当间谍来 拍你的美国领土上空的吗 不对 你仔细想一想 现在世界上多少卫星 有什么是卫星拍不到的 卫星什么都拍到了 你还真的要送一颗balloon过来 你白痴 对 所以The US believes Chinese satellites have already acquired the same or very similar information 美国相信中国的卫星早就已经得到同样或者非常类似的资讯 你送一颗这么大的气球来 其实根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在乎它 你要飞你就飞过去吧 反正你的卫星都看光了 right 好 所以这个理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另外那一个 就是我就是要看你怎么对付我 所以这可能是在挑衅 so that makes actually a lot of sense 总之美国这边就是 他们在两党上就吵起来了 因为原则上来说 其实共和党对中国的态度比较没有那么好 相对来说其实Democrats对中国的态度还好一点 说实在的 这是我长期以来观察 不过说真的也不是说非常的精准 因为后来Donald Trump还不是这样跑去跟习近平握手这样子 好 所以这边就说了 就共和党就攻击拜登总统说 你怎么不赶快把他射下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丧失国 就是蒙受这种羞辱这样子 上权辱过是不是这么一个成语 好anyway 而Democrats则觉得说 我们总统用比较小心的方式来处理一下 有什么不对的呢 所以这一段我来念给你听好了 看有没有什么字可以说 so the clear answer is that it sparked a partisan feud in the US Republicans in the US对不起 这边刚刚就一句了 所以它引起了一个partisan feud partisan这个字就是党派间的 那the party这个字的一个形容词partisan 那F-E-U-D feud就是争吵 简单的说 so it sparked a partisan feud in the US 那共和党说 民民主党 Republicans are attacking President Biden for not shooting down the balloon sooner 所以攻击党 你说不赶快射下来 while most Democrats are defending the president for taking a cautious measured approach 那他这里很取巧的用了一个most Democrats 大部分的民主党员 则是defend President Biden的决定 大部分 所以党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声音说 我好像觉得共和党说的也不错 是有的 你从这个句子这样的写法 就能够看得出来了 其实 而Republicans是不是口径一致在骂他 应该是的 因为他这里写的是这样 他没有写most Republicans right so the most Democrats are defending the president for taking a what 所以cautious小心的 measured 这怎么翻译 就是你去计算过的 measured measured是测量嘛 所以你好好的测量过 到底现在要不要把它设下来 还是晚点再说 so the president took a measured approach 写得很好 OK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或许我们现在可以留言 讨论一下下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